字幕支付HC 字幕支付HC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日更頻道, 最近這一兩年,小紅書崛起的很快, 甚至乎現在很多東西, 有些人笑口壞麗說, 說你擺上小紅書分分鐘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現在這一個新聞,就同小紅書有關, 香港女法局竟然與小紅書達成一個文女戰略合作,協助宣傳香港女友。 近年急速冒起的社交平台小紅書擁有高達2億活躍用戶, 我自己有時候都會開來睇吓,因為睇吓有什麼題材比較有趣,就和大家分享。 女法局在12號說到一直原來他們與小紅書合作無間, 為進一步加強在內地市場的宣傳推廣,宣布將會與小紅書達成文女戰略合作意向, 雙方未來在文化旅遊領域合作,小紅書運用在網路平台資源,協助女法局宣傳香港旅遊。 女法局總幹事程鼎一與女法局代表團成員, 在今個星期三獲邀出席福建全州所舉行的小紅書社區文女大會大會上小紅書宣布, 香港獲頒2023年度小紅書用戶年度喜愛目的地的一年飆升頂流, 亦成為小紅書用戶入業門搜尋出境旅遊目的地, 香港方面表示非常鼓舞, 還說感謝小紅書博主在筆記與攻略中真摯分享香港多元化體驗, 啟發內地旅客在香港深度有。 而未來女法局計劃與小紅書在未來一年推出多個合作項目, 藉著小紅書數以億計活躍用戶平台提升貼文曝光率。 這裏是財富密碼來的,即是說未來一年只要在小紅書發布任何與香港相關的主題, 應該流量是非常之爆炸的。 其實關於香港的主題亦都有好多好和不好, 如果按照他的邏輯, 是否那些所謂家人門誰黨還有香港套租這一類這樣的香港鐵文都會很大程度推廣出去, 因為系統可能不懂得分的。 當然,這裏與香港相關的主題除了旅遊之外, 亦都有不少的特種兵, 還有最特別的一樣東西就是香港身份證, 高財通、香港工作、香港勞工、反響帶貨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好熱門的東西來的。 這一類東西其實是不停有人在找的, 所以就會令到香港的熱度有在的。 但你要留意一點, 香港的旅客數字雖然是在復甦, 但其實是未回到疫情前的。 那些小紅書有一個這麼高的熱度, 可以拿到旅遊熱點的所謂年度飆升頂流獎。 那竟然旅客數字沒有想像中這麼高, 甚至乎北上的香港人是比南下落來香港的人高, 那這發生了什麼事呢? 跟著旅法局與小紅書開展內容共創共享, 是邀請更多內地和香港的網紅去體驗香港的文類特色, 透過他們的用戶原創內容去解鎖香港的新玩法、新體驗, 向內地消費者分享這些玩的靈感, 用第一視覺去講好香港故事。 而旅法局表示去年已經與小紅書有多項合作, 是帶來最少一萬篇的香港旅行筆記, 和3億次活動曝光。 原來他們在2023年已經有做這一類動作, 整一萬篇的香港旅行筆記, 和3億次活動曝光。 那這個活動曝光的話, 我自己又不覺得是一個很高的曝光率。 你除了3億次, 一個月3千萬不到, 不是3千萬不到, 你一個中國這麼大, 好似我剛才所講, 你套租的, 然後反向代購, 或者叫人買東西, 跟著還有所謂的專財優財裸證, 或者在香港拿著數, 看煙花, 特種兵攻略, 這些是開完又開, 開完又開, 不記得了, 又會再找其他幾篇比較的東西來的嘛。 那即是說, 3億的活動曝光, 不算得上好多咯。 不過, 香港來講, 其實你是看到它, 是想在旅遊業上做好, 是希望能夠更加多旅客的, 如果不是, 它不會找這些小紅書去合作咯。 但是, 雖然它是做了好多這些活動, 但其實你真是不知為什麼, 那些旅客是完完全全, 是少了咯多下去香港。 以香港來講, 現在其實是否吸引力低了呢? 你要知道, 這一兩年其實是所謂的報復性出遊來的。 在報復性出遊的情況下, 都沒有明顯的大量升幅, 甚至乎是貼近疫情前的水平。 如果這一波的報復性出遊完結了的話, 那是否代表那一個旅客數字好難再上升呢? 還有一點, 其實疫情完了之後, 大陸其實它國內遊現在都做得好好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即你可以看得到, 現在是好多地方, 它們是有一些網紅經濟旅遊的。 這些網紅經濟旅遊, 就是推動了它國內的旅遊業市場。 講近期這一兩年有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滋博燒烤, 然後長沙, 最近是黃婆, 有些地方還找來猛男在景點搜肌肉給你看。 所以其實現在講緊的這一個旅遊競爭大, 國內是會分駁了你一部份的旅客酒, 然後最重點的, 就是香港澳門仍然是需要搞簽證才能夠去到的, 這一點是麻煩的。 但是, 你不想搞簽證的, 其實它們去東南亞就可以了, 泰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這些地方不用簽證的, 給你留三十日的, 變成香港那個旅客量, 或者澳門的旅客量, 是某程度上被它們分駁了一些的, 所以香港應該是看到有個這樣的情況出現了, 就想做這些這樣的方法, 就去宣傳香港, 唱好香港, 等多些人去感受香港的旅遊。 至於效果怎樣呢, 就真是見仁見智了。 因爲這一類的社交媒體, 雖然你是找網紅去拍了, 但是亦都有不少人是會罵的, 罵的你控制不到它, 你無可能說我香港給錢, 我要罵我們香港某間店舖, 或者唱衰我們某個景點的鐵文, 是不能夠出現,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做不到的情況之下, 如果稍有不慎, 有機會是會被人罵回頭的。 當然啦, 香港方面找小紅書達成這個文女戰略合作, 其實是叫做看得到, 它們好想在這一邊做回些事做回好它。 我們就拭目以待看看, 靠著這個小紅書能不能夠 鼓起香港的旅遊業。 大家怎麼看今集的新聞呢? 下面留個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